2月5日,奇迹笨小孩爆出一段幕后花絮,饰演锦号的易阳千玺和饰演李平的王传军正在听导演文幕也讲戏,讲着讲着两人四目相对,突然王传军俏皮地给了易阳千玺一个飞吻,千玺马上伸手在空中抓了一下,并把飞吻放进兜里,王传军愣了一下后露出惊喜的表情。 导演看到这一幕无奈地趴在桌子上,开玩笑地警告王传军调戏主演我告诉你,你好好的,并伸手拿书打他,易阳千玺在旁边偷笑,网友评价道奇迹氛围真好看得出来,剧组氛围好棒,易阳千玺都变得调皮了。 今天,导演文幕也在录演现场向观众解读电影,他说电影的核心是家,是关于人为了幸福会付出多少,得到多少的故事。 现场一名初三的学生看了电影也深受鼓舞,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。 刘恒志的扮演者王宁提醒他不要去网吧,演员奇迹也感慨地说,电影打破了对女性的刻板印象,他举例影片中开重机的不一定是落三胡的大叔,也可能是一个萝莉。 另外他饰演的春眉挨了一巴掌可能会认怂,但导演说不是的,他一定会回击。 奇迹笨小孩票房已经超过了5.68亿,排在春节当第三,电影讲述了一个独自带着妹妹来深圳的年轻人,为了给妹妹凑医药费,和一群人努力打拼的故事。